而今年端午节花莲市要送给市区内独居长辈低收入户 还有东区老人之家总共有106份的粽子大约是3000颗左右 而除此之外呢市长温家贤也只是在食物银行存放200颗粽子 要送给前来申领物质的朋友 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过节气氛 市长温家贤协同社劳科长萧子卫到食物银行关心目前库存量状况 由于受疫情影响很多的人经济陷困 导致来申领物资的人变多了 曾经一天就有200多人来申领 导致部分的物资短缺不少即需要赶快补满 市长表示目前食物银行需要添购的包括酱油泡面罐头等等 请各界善心人士如果有多余的物资可以捐给食物银行 这一段期间也是疫情等于说比较严重的一个阶段 那有非常多做事的家庭 都有到我们食物银行来清理相关的物资 那清理的量也是超乎我们想象 那曾经有一天高达200多人次来做相关的清理 那我们里面物资的部分 由于年初到现在 其实有蛮多的物资陆陆续续都出去了 那现在暂时短缺的我们泡面 还有酱油还有油的部分 那我们真的非常希望有更多的一些各界的物资能够持续的来协助这些需要帮助的朋友 而另外端午节快到了 市公所也在食物银行存放200颗爱心粽 要分送给钱来申领物资的市民 让他们可以感受到节庆的气氛 那今天我也代表公所的部分来捐赠200颗的肉粽 那也希望有更多人在端午节前信能够感受到我们社会的温暖 那也希望有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那一定要到食物银行来做相关的物资申请 那我们会竭尽所能的来帮忙大家 不过市长也提醒 食物银行是提供给经济弱势或者是生活现困的民众来申请 请真正有需要的人再来利用 借鲁慧欢市报道